第二点,与永世交往,永世侵难不可拒以患,可使拒威。勇敢的人不惧怕危难,不能用祸患威胁来吓唬他,但是却可以让他镇守险要的地方。 虽然不能用祸患威胁来吓唬永世,但适当的激将法还是可以用的。你看看,历史上经常有请将不如激将的案例,那激将法其实就是利用了永世不怕困难,不怕死的特性。 第三点,与智者交往,智者答于数,明于理,不可欺以不成,可适以道理,可使立功。 聪明的人通达势力,不可以用诡计去欺骗他,可以向他讲明道理,使他建功立业。 为什么不能对聪明人使用诡计呢?因为他很聪明,你对他使用诡计,他一眼就看穿了。 他看出你为人不真诚,怎么可能信任你,帮你做事呢? 所以一定不要对聪明人耍小聪明,或者是使用一些小伎俩。 他们虽然不一定去说破,但是看在眼里会想在心里,他的内心已经对你有负面的看法了。 当然了,如果你确信你比聪明人的层次更高,比如他在第三层,你在第五层,你对他适当地使用诡计,还是可以的。 比如,诸葛亮对司马懿使用了空城计。 鬼谷子说,这三种人啊,三才也,意思是说,这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才。 所以,我们很容易从上面三点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,使用谋略必须因人而异。 就好比你要招待客人,你一定不能用一样菜去招待百样人,你得根据不同人的口味做不同风格的菜。 四川人喜欢麻辣,你在菜里啊,可劲儿加辣椒和花椒吧。 无锡人喜欢吃甜的,你在点心里面或菜里就可以多加点糖。 学习鬼谷子,我们一定要善于举一反三,上面虽然说的是人人、勇士、智者三种人,但是我们可以推而广之。 比如,咱们与老实人交往,不能愚弄他,而要让他发挥老实踏实的个性,为你做一些符合他个性的事情。 与善良的人交往,不能欺负他,而是引导他发挥善良的个性,让他做出一些适合他个性的事情。 说到这里啊,江南逸琳想起了一句话,辞不长兵,义不长财。 你让心性慈善的人去带兵打仗,让讲义气的人去管理财务,这是错配啊。 但是反过来讲,你让心性慈善的人去当幼儿园或小学老师,或者是让他去红十字会去做公益事业,不是挺好吗? 你让讲义气的人去当兵,当保镖,或者是做客户维护工作,不也是挺好的吗? 所以,因人而异的使用谋略,因人质疑的与人交往,至关重要。 这些技巧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掌握,希望您多多体会并灵活运用。 好了,听众朋友,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了。 如有疑问,您可以在江南逸琳周一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上与江南逸琳互动交流。 感谢收听,咱们下期再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